这是最新的变形金刚预告片 在预告片里 秦天柱身受重伤 大黄蜂险些战死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野兽金刚 预告片开头就是男主和幻影一起 从这默契的配合程度来看 两人应该是很熟悉了 随后就是在一处森林里面 星星队长和秦天柱相遇 秦天柱以为队长要伤害人类 然后亮出了武器 接着星星队长还说 你不应该把武器对着我 因为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难洗 这里应该就是指的天灾异形人 但是 为什么星星队长比星天柱还要清楚呢 接着就是一系列的人物亮相 比如大黄蜂 幻影 这里应该是幻影第一次见到男主 从男主座上幻影来看 似乎有一点山姆 第一次见到大黄蜂的味道 然后一位超速被警察追 幻影为了隐藏 先是扫描了一辆星在决 然后又开启隐形模式 然后就是黄暴 飞剑 犀牛勇士 还有一个反派角色 正在追幻影 具体是谁看不清楚 接着就是一位反派角色发射一枚枉弹 然后就是阿尔西躲避导弹的镜头 一旁的大众车好像是千斤顶 但愿它能像领袖之郑中能不能 至于这辆黄色的车是谁 我还没查到相关资料 而大众车上的英文 翻译出来是巴伯罗 原名巴伯罗海德克 他是一名作者 2011年9月的时候 推出了由海志宝公司授权的《变形金刚》秘笛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变形金刚》的历史 也追溯了国派和狂派之间的根源 接着就是大黄蜂为了救情天柱 然后被捅穿身体 能将擎天柱都打倒在地里 那它只能是龙头部队的首领天杂 这个镜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变形金刚来地球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变一中汽车人登场的方式 最后就是一场大战 这个黄色的变形金刚 应该就是在马路上的念玫 而且它的对手还是星星队长 看来是一位重量级君子 然后就是毛豹和星星队长的变形 星星队长还能从手臂里伸出两把戒 而且还能合成一领大戒 有点像遇天敌的武器 我们的柱子哥还是拿出了它的经典武器 以上就是我从预告片中挖掘出的信息 从片尾的logo来看 好像没有霸天虎什么事 该片于明年暑假上映 到时候我们电影院见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 无比激动